韓国潜艇侵入东大海域 搁浅失势 韓国女总统恶人先告状 威胁出兵东大 迫使东大服软 众口选题出了那么多 这么众口的 我也是头一次碰到 韩国电视剧狗血桥段 雷出新高度 把富贵都给雷出工伤来了 一 韩剧里的韩国总统 我与美国总统平起平坐 这绝对是我涉足自媒体这行以来 出过的最折磨人的一期节目 折磨到沽厌木产 一整个工作室的人全部都工伤了 还把富贵给折磨得进了医院 最近我在微博上刷到了一组图片 据说是从一部名叫大物的韩剧里头 截取下来的 这部韩剧中有一个非常狗血的桥段 当时看得我就胡去一阵 并且震撼得我久久都说不出话来 韩国潜艇在东大领海里 搞间谍探查活动收集情报 结果潜艇触礁了 困了20个人在里面 然后韩国总统找西大帮忙 美国不管 之后韩国总统不请自来 直飞北京 要求东大提供帮助 东大质疑 为什么韩国的潜艇 会出现在中国海域时 韩国总统微微一笑 强硬回应 如果东大不肯帮忙 我会立刻派我国军队 进入米方领海 东大质问韩方此举 是否是准备与东大开战 韩国总统一脸正气的说 没错 但为了救人 作为交换 我可以留在东大 作为筹码和人质 之后具体展现了一段 表现韩国空军海军 实力强大的画面 东大在韩国的武力威慑下 最终服软 不得已同意 并参加了韩国的联合救援行动 韩国为此举国欢庆 而总统也收获了 事业和爱情的巅峰 据说这一幕 在当时燃哭了不少韩国观众 等我后来终于 从震撼中缓过劲来之后 我就下定了 要出这期节目的决心 当时的我们还没有意识到 这竟然会是 怎样梦魇一般的开始 根据我在网上查到的资料 大物是由韩国SBS电视台制作 并于2010年10月6日首次播出的24集韩剧 所谓大物其实就是大人物一词的另一种表述方式 在大物剧中 所谓大人物最直接的指代意思就是大统领 也就是韩语中的总统 有趣的是 在韩国的网络尼语中 大物有时也会被韩国的网络乐子人用来指代男性的私处 大物的女主任公名叫徐慧玲 由韩国女演员高贤真饰演 大物这部韩剧整体是一部大女主剧 徐慧玲一决 最初的身份是一个女广播员 后来步步为营 最终成功逆袭 成了韩国的首任女总统 徐慧玲虽然是个女人 但是在剧中的表现却让人感觉 比很多油腻男的爹味都浓 而且这一点从大物第一集的第一场戏就能看得出来 最近在国内舆论场上传的最多的 那个韩国总统威胁出兵 迫使东大辅染让步的笑话 其实就是这场戏的总结概括 前面已经提到的信息我就不赘述了 这里我只重点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场戏中很多没有被那个笑话提到的笑点 徐慧玲当时正代表韩国在美国访问 和他也对手戏的那位美国总统 是一位完美符合韩国女性受众刻板印象的男性白人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因为他和徐慧玲在白宫会晤握手时说的第一句话就是 因为全世界的总统们身高都比较矮 我和他们握手时一直得弯脖子 所以我这脖子长期酸痛 现在看到韩国总统革下来 我甚是欣慰 因为终于遇到一个和我长得一样高的领导人了 和您这样的高人谈话 我们的目光是在一条水平线 对于美国总统的这番恭维 徐慧玲颇为得意 当时就回了一句 比起上次会面 我的个头又长高了一截了吧 如果有人俯视我的头顶 我的心情可是会变差的哟 这要是在现实中 你很难想象这样的对话会发生在两国元首间 更不要说说这番话的还是一个美国男总统和一个韩国女总统 韩国女人大概是觉得他们在全世界男人 尤其是西方白人眼中的宝了 这种心态投射到徐慧玲这个角色的身上 最后就催生出了 如果有人俯视我的头顶 我的心情可是会变差的哟 这样的神台词来 我觉得这句台词的经典程度 简直可以从韩国电影《南山的部长们》中的朴正熙 在训斥手下人时说的那句快去把美国驻韩大使喊过来 让他在这儿给太极旗下下会相媲美了 韩男韩女各有各的爽文频道 我只能说戏分赛道开发这块 属实是让韩国人给玩明白 二你们美国不同意我们韩国武装入侵东大 是吧 那我们就自己独走 天中美国总统对韩方提出了减少美韩贸易逆差的要求 其实就是想对韩国强买强卖 对此徐惠林的答复则是 对于你提出的要求 朕知道了 但是朕有一个更好的提议 比起在这儿贸易自由化的时代逆流而行 倒不如利用公关的方式来解决问题 在对美贸易问题上 我们韩方的立场是 韩国将在美国国内投资扩建工厂 碰巧的是 这段剧情和现实刚好是重合的 现实中的美国政府确实一直在就贸易问题 向韩国施压要求减少贸易逆差 而且这种情况在川普的第一任期出现的最为频繁 为了顾全美韩同盟的大局 韩国政府过去这些年也确实给美国 尤其是美国的制造业投了不少资建了不少厂 但这些项目与其说是韩国主动推动的 倒不如说是被美国给逼到不行的 大悟这部剧用了一种极之荒唐可笑的表现手法 愣是把现实中的喪事给办成了剧中的喜事 明明就是被美国给割肉了 却偏偏搞得好像这还是韩国政府的啥政绩一样 大悟这部剧的这个桥段设计 在当年就挺让人绷不住的 现在就更不用说了 当年是虚构剧 那现在就是玄幻剧了 就在徐慧玲和美国总统正谈笑风生的档口 徐随行团队里的一位高级军官 突然把他给喊了出去 通过私下对话 徐慧玲从这名军官的口中得知 韩国海军刚刚有一艘潜艇 在A国海域触礁搁浅了 听闻这一情况的徐慧玲十分吃惊 然后他和那个高级军官之间 就有了以下这段 让我在出这期节目的过程中 第一次绷不住笑场的对话 为什么我们韩国的潜艇 会在A国的领海里 因为每个国家都会在其他国家 秘密进行一些不为人知的情报搜集活动 艇上有多少人呢 二十人 那快派遣救援队过去 你们还在等什么呢 救援队我们已经派了 但是A国那边似乎已经有所察觉了 A国的军舰正在赶往我们潜艇触礁的海域 如果为了营救艇员 而贸然将援救队派去A国领海 这种行为无异于侵犯他国国境 战断就会随之而来 那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按照作战守则 建议这位亲下达总统指令 让他们全员自裁吧 哎呦 怎么能让我们大韩民国的将士葬身余父呢 总统阁下 我很理解您此刻的心情 但那里毕竟不是我们的领海 就算要派军队过去 我们也得先征得美国的同意 因为韩军是没有战事 指指挥权的 你也会说那是战事了 问题是我们现在不是还没有 和A国打仗吗 在和平时期 理直气壮的派遣武装部队 入侵别国邻国刺探情报 韩国总统为了营救 搁浅在别国的潜艇 而当场叫嚣要派遣 本国军队入侵别国领海进行救援 韩军将领以战事指挥权 在美国手中态度消极 韩国总统则以 现在不是还没有干起来吗 为由鼓励下属采取强硬手段 光是这一场对手戏里头的槽点 单独拎出来就够出一期节目的了 而这还仅仅是我今天这期内容中 令人绷不住的诸多笑点里头的 普通一个 剧中出现的那艘 在A国海域搁浅的韩军潜艇 据我的小伙伴考证 是一艘长着规备 使用了蹦推和 停手舵技术的大型潜艇 一般来说潜艇之所以会长规备 通常是因为要装载潜射弹道导弹 这样的潜艇一般都是核潜艇 而且是战略核潜艇 至于蹦推技术 这在2010年之前 还是个相当先进的玩意儿 只有俄罗斯和极少数西方国家有 我们都没有 至于日韩这些国家 就更不用说了 大物剧中出现的那艘韩军潜艇 很明显是缝合怪一般的虚构产物 现实中的韩国并没有这种东西 但即便如此大物的编剧能歪歪这玩意儿 在我们的海域搁浅 这也是相当脑洞大开的 要知道这可是搭载了潜射弹道导弹的战略潜艇 这要换作是在现实中 这种级别的武器 要是在我们的海域搁浅了 你说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我估计这事儿就是让美国人摊上 都得当场金出石金冷汗 更别说你一个什么都不是的韩国了 三 现实中越是没有的东西 韩军里头就越是意淫的厉害 为了打消韩军将领的顾虑 让韩国军方同意派遣救援队 直接入侵A国领海捞人 徐慧林在回到作奸之后 立刻就向美国总统提出要求 要求美方同意韩军的此次武装救援行动 这话一出 把美国总统当场就给干懵 然后他和美国总统之间 就有了以下这段 让我在出这期节目的过程中 第二次绷步入校场的对话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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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绝对不会同意这样冒险的作战行动 那要是郑以韩国总统的身份 就是要下令派遣救援部队呢 那我们的美韩军事同盟关系 就算是到头了 如果因此出了什么问题 责任也全在你们韩国一方 行吧 郑会去向A国亲自解释的 就说这是我们韩国的单方面行动 郑豁出去了 就算是搭上这韩国总统的位置 也要救出我们大韩民国的水兵 我们大韩民国再也不能出现任何不受国家保护的国民了 这就是郑要当韩国总统的理由 你们知道 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想到了什么 2014年4月16日韩国市月号客轮自仁川港石网纪州岛途中发生事故 当时船上载着476人其中325人是安山市唐原高等学校的高中生 因为韩国政府的研究不力最终导致304名乘客和船员在这场事故中拟难 这就是震惊一时的韩国市月号事件 自1970年以来韩国最严重的渡轮灾难 说到市月号事件最为人诟病的地方当属朴景惠当局的拉胯表现 事故发生后的黄金72小时内 朴景惠当局没有展开任何研究行动 韩国海洋警察厅命令韩军部队原地待命 同时封锁事发海域 阻挡外界救援 将民街潜水员排除在外 并要求美军直升机撤离 此外其他相关的韩国政府部门无法掌握任何信息 彼此之间互相推卸责任 发布虚假消息造成混乱 青马台方面也向主流媒体施压 因此引发了韩国民众强烈的反政府情绪 最终造成了极为恶劣的社会影响 并且引发了韩国政坛大地震 为2016年的朴景惠弹劾案埋下了导火索 凑巧的是朴景惠 正是韩国历史上的第一位女总统 和徐惠玲在聚众扮演的角色 存在诸多相似之处 因为大悟这部剧在热播期间 正好赶上韩国的大选周期 李明博的总统任期已经末期 韩国执政党和在野党 正为了争夺新任总统之位 打得头破血流 大悟在这种时候上瘾 难免会让人产生拟压的 这是为朴景惠拉票来的吧的记事感 而且甚至就连徐惠玲的辩言者高贤珍 当年都说过 希望朴景惠一定要参加总统大选 姐们当时还因为这番表态 而一度陷入了舆论争议 结果最后朴景惠真的出来参选了 还成功选商 而且也在自己的任期内 遭遇了牵涉大量韩国公民的传难事故 但是她当上韩国首任女总统后的现实走向 却和大悟剧本中的完全不同 徐惠玲为了营救搁浅在别国领海的本国潜艇兵 一度做好了挑起战端的准备 而朴景惠面对就在韩国水域里失事的 事业号的韩国高中生 从始至终却没有采取过任何有效行动 虚知这可是在韩国自家的地盘上 而且营救事业号上的高中生的难度 可比营救搁浅在别国的潜艇兵容易多 就这韩国政府最后也把事情办成了一坨降 就你们韩国政府压的这奏性 还好意思说什么 我们大韩民国再也不能出现任何不受国家保护的国民呢 顺便一提 最后去给把事业号的失事传体给捞回来这活 还是我们看在文在寅的面子上 捏着鼻子给干的 2017年在文在寅政府的委托下 中国交通运输部上海打捞局 将事业号船体打捞上岸 拖回目捕新港 事实证明 真要是在现实中出了事 别说是在他国领海 就是在韩国水域 你要捞船也好捞人也罢 一样是中国政府比韩国政府更靠谱 广东人那句话是怎么说的来着 哦 想起来了 网高仔骚牌了 镜头一转 画面给到了正在搁浅潜艇里摸鱼的韩国水平 这群七头仔 对于自己的处境束手无策 只好顶着齐腰身的海水 开启了艇上的最后一次工作会议 艇上的氧气还够用多长时间的 至多30个小时吧 还好 我们还有时间 让我们一起满怀信心的等待吧 如果不能及时得到救援 为了不给祖国添麻烦 到时候我们就跟着这艘潜艇一起 一同消失在这片茫茫大海里吧 都听明白了吗 听明白了 艇长 这段对白的笑点在哪里呢 韩国历史上其实并没有出现过这种级别的潜艇事故 也可能有 但是没有被披露出来过 韩国人迄今为止遭遇过的最严重的潜艇事故 其实是在岸上而非海里的 2016年8月10日在韩国沁上南道 郑海市的郑海军港旅一艘正在接受维修中的韩军潜艇 突然发生爆炸 当场造成一死二伤一人失踪 失踪者随后在附近海域被发现时已经死亡 一名被送医救治的伤员最终也不致身亡 而这四名被炸死的倒霉蛋 无一例外全部都是韩军军人 值得一提的是 失事的这艘韩军潜艇是一艘小型间谍潜艇 该艇曾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负责输送 韩国谍报部队要员潜入朝鲜境内 执行特殊作战任务 这或许就能解释为什么大物剧中 会出现那么离谱的桥段 因为韩国当年是真干过把潜艇派去别国领海 刺探情报这种龌龊式的 镜头再一转又把交铁给回到了徐慧林 不过这回这简门就不是在华盛顿 而是一眨眼就跑到北京来 是的 虽然大物没有在剧中点名 韩军潜艇搁浅的那片海域 到底是属于哪个国家 只用了A国这样模糊的称谓来指代 但其实后续的剧情发展 完全就把这层窗户质给通破了 A国就是东大 因为世界上再没有第二个国家 会用五星红旗来当国旗的了 但是吧 虽说A国实际上指代的就是东大 但是大物剧组对东大高层的人物刻画 却完完全全按照韩国人对朝鲜的刻板印象来的 如果要不是因为这场戏里头有五星红旗和长城挂画做参照戏 你就是说这是朝鲜80后他爸在平壤会见韩国代表团无头戏 自苦海无牙回头是岸 珍惜生命远离寒流 东大方面对突然到访的徐慧林感到莫名其妙 然后徐慧林就和东大高层之间 有了以下这段 让我在出这期节目的过程中 第三次绷不住校场的对话 还有你们这样无礼的外交方式吗 堂堂韩国元首 未经我国同意就登门突访 你们的外交礼节哪里去了 这个先不说了 我这次来访是希望您能帮我一个忙 徐慧林说完这话头颅微微向前倾斜了一个很小的角度 向东大高层表示歉意 东大高层健壮一脸错愕 什么忙 你我都是国家元首不必如此 这里太大了 我去去东大可受不起 您怎么还问我什么忙呢 您的心里头难道就没点数吗 我们韩国的潜艇在贵国领海触礁了 黄金救援时间现在只剩下26个小时了 如果贵国政府不忙忙的话 我们大韩国军20位将士的姓名就要葬身余父了 那我问你 你们韩国的潜艇为什么会出现在我国领海呢 该不会是来刺探我们的情炮来的吧 怎么不可以吗 贵国的潜艇难道就没有在我们韩国的领海执行过类似任务吗 徐惠林说完这话一脸得意 而东大高层则是面面相去 明明这事完全就是韩国不对在先 但在剧中却搞得好像东大力亏了一样 眼看东大高层默不作声 徐惠林趁机发难 如果贵国政府不肯伸出援手 那朕就只好立刻派遣我大韩民国的军队过来了 啊阁下何出此言呢 难道是想要和我们开战吗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朕之所以到你们这里来 就是为了阻止我们两国之间的战争的呀 不然您以为朕刚刚为什么要向您低头 朕都请求您了不是吗 阁下朕再次郑重恳请您 再次向您低头 希望您不要不识好歹 徐惠林向东大高层低头的画面 被现场记者拍了下来 消息传回韩国国内 韩国政府里头的一些官员看罢之后怒不可遏 历声骂道 这是国耻啊 这简直就是国耻啊 他又不是普通人 如果连堂堂韩国总统都向东大低头的话 那我们大韩民国的脸面还往哪搁 哎哟 如果那些激进派执意就是要往东大领海派兵 再这样下去该不会爆发战争吧 且要我说区区一艘潜艇算什么 为了我大韩民国的威信 顶上那些臭当兵的早就应该自裁报国了 画面再切回徐惠林这边 眼看东大方面不为所动 他索性当场就释放了大招 朕都这样了 你们东大还是不肯通融通融吗 既然如此 总参谋长朕命令你 立刻派遣救援部队前往事发海域 并派遣韩国战机在公海海域待命 听到徐惠林这么说 一直隐忍不发的东大高层终于坐住了 他拍岸而起当众质问徐惠林 大统领阁下你难道现在就要对我国宣战吗 这样的事故不要说是我们韩国了 如果贵国遇到了你们又会怎么办呢 你我两国不是友邦吗 友邦之间难道不应该互相帮忙吗 既然贵国一向以大国自居 那就请你拿出大国的格局和气量来吧 徐惠林辞言一出东大高层也火了 当即向身边的东方防长下令 国防部长只要韩国军队胆敢踏入我国领海一步 你立刻开炮 听到东大高层这么说 徐惠林倒是不慌也不忙 只淡淡的回了一句 为向贵方表示诚意 作为交换在大韩国军进入贵国领海 执行搜救任务期间 朕会留在贵国 无论是作为谈判的筹码 还是作为抵押的人质 亦或作为被处死的战俘 反正无论如何 在我们的人被全部安全救出之前 朕绝不会离开你们东大半部 再然后画面一切 韩国军队还真就把他们的海军舰队和空军战机给派过来了 在搁浅韩军舰艇的氧气储存即将耗尽 挺上官兵即将全体自尽之际 韩军救援部队及时赶到 最终20名韩军潜艇兵全部获救无意丧生 营救画面还被随行的韩国记者给拍摄了下来 相关影像资料传回后方 韩国举国欢腾 而成功化解了一场战争危机的徐惠林 不仅没有遭到刁难 反倒还成了东大高层的座上宾 双方举杯称赫庆祝两国化干戈为玉帛 仗没打起来不说 反倒还促成了两国的军事合作 并在两国之间建立起了紧急情况下 也可以拨通的首脑热线 最后只留下我们这些为了出这期节目 而不得不把这部14年前的老剧 又翻出来看一遍的中国吃瓜群众 在北方袭来的寒流中止不住的凌论 我本来还想一个一个给大家梳理大物 这场戏中的这些荒唐桥段 但是梳理到后来我已经彻底麻了 真的是再也说不下去了 再说下去我感觉我就要吐了 做自媒体以来 我自认为想一样的选题也做过了不少了 但是真的很少有这么重口的 一点都吃不下去 更不要说还要吃整整一个套餐了 除了我本人之外 为了出这期节目 我工作室里那群小伙伴 也普遍受了很严重的工伤 用他们的话说 如果韩国国情院哪天 要是想对通过非法手段 抓来中国公民取打成招 皮肉之行都可以免了 直接给中国公民放一遍大物 逼着看完就行 没看完我们基本上就都招了 要是还有负于顽抗的 那就再放一遍 按说是不应该有头脑正常的 中国人能坚持看完大物 这部韩剧的 如果有 那这个人要么不是中国人 要么就是他的脑子有什么大病 据为我校对稿件和找资料的小伙伴说 他为了出这期节目 甚至还去找了大物这部韩剧的原著漫画来看 对 这部韩剧是根据一部韩国的同名成人漫画改编 据他介绍 大物的原著漫画甚至更拉眼 相比之下 韩剧版大物都已经算是口味很清淡了 他本来还想把大物的漫画剧情梳理之后发给我 让我把这部分的内容也展开说说 我当时十分感动 然后当场就表示了拒绝 因为我突然意识到 我的精神世界很可能并没有我之前想象的那么强大 我这一次可能是真的遇到传说中不可引状的脏东西了 我甚至都开始怀疑 富贵这几天身体不舒服 最后闹到要去医院 也是被这事给折腾 如果不是因为在录制节目的过程中 非得逼着他跟我一块看这部剧 可能他到现在都还健健康康的 我在此强烈奉劝各位 不要因为看完本期节目之后心生好奇 然后首件去找这部韩剧 或者是他的漫画来看 除非你们也想像护柜一样 吃完这一大坨之后 就紧急送院接受治疗 否则我劝诸位三思而行 不要吃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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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等阿比地狱 我们入了就等于你们入了 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很美好的东西 没必要为了一坨多年以前的老祥 而把自己折磨得身心俱疲 苦海无涯 回头是岸 珍惜生命 远离寒流